SALA 冬天來了 還暖的冬天到底要吃什麼最好吃呢 聽說在嘉義公園的附近 有一家南洋料理館子 它是專門賣熱呼呼的料理 什麼都有哦 那暖呼呼的料理今天要去哪裡吃呢 跟著我準備說 LET'S GO 南洋口味的CALA 讓人吃了越寒又暖胃 這傳聞中 隱藏在嘉義公園巷弄間的 異國美食聯合國 應該就在這個方向 超好吃的超好吃的 小館子就在這邊了 不過到底裡面 有什麼好吃的料呢 我們等一下好好來採訪一下 咖哩火鍋還有檸檬的魚 酸酸的辣辣的很好吃 我們是有提供 馬來西亞跟泰國不一樣的咖哩 我們有做黃色的 綠色的 紅色的 這三樣在冬天來說 吃起來都熱呼呼很過癮 綠咖哩的口感 辣度類似薑 辣度是三種咖哩中最強的 而溫和的紅咖哩 最適合和肉類下去熱炒 看客人真想搶著吃 想必這味道當然是 讚 好吃 稍微一點點辣 可是好吃了 牛肉跟它的茄子 燉的滿足味的 那紅咖哩它不會很辣 所以讓你獅子大動 另外小朋友最愛的黃咖哩 綠嗆卻不帶辣 做成火鍋最棒了 驅寒指數 可不輸羊肉爐和薑母鴨 它裡面的糖點是用什麼 它基本上是 用那一個馬來西亞的黃咖哩粉 跟那個洋蔥炒香了之後 我們還加上椰漿 還有我們的高湯 我會推薦這個咖哩火鍋 冬天就是要吃火鍋 對 它怎麼樣好吃 那一般的火鍋不同 我火鍋很喜歡吃火鍋 它是用要吃火鍋 加咖哩 湯頭很容易 對 吃起來吃幾口就滿美味的 來南洋料理小館 李當是該點些南洋菜 但這邊赫赫有名的雲吞 記得也要來上一盤 冬天你來這邊 你第一個會想到要吃什麼 我吃雲吞 畢利家的雲吞手工製作 步驟中以摔肉過程最為重要 把肉中的空氣打出來 讓肉更扎實有彈性 因此摔肉雖然後力 卻也不可省略喔 絞肉團就這樣甩到具有黏性後 陸續加入香油 蔥花拌芸 就能進入保險階段 特選餅一般麵皮較酒煮不爛的 港式彈Q蛋皮 包入肉餡和一整隻蝦仁的餡料 真材實料的雲吞 讓人光看就滿足 吃下去以後 它的皮薄餡多 它的皮很Q 雲吞好吃 就是好吃 就是好吃 鮮香雲吞料理多元 放入一球港式蛋麵 成為乾的雲吞撈麵 這一餐包您飽足感瞬間加倍 另外像是做成口味偏清爽的 雲吞湯和粉 或是清淡的港式雲吞湯 以及口味較重的雲吞酸辣湯 變化無窮的美味巧思 每一種包您都愛不適口 它裡面帶一點酸酸的可以促進食慾 然後辣味的話也可以讓你食慾大增 那再加上熱湯的話可以讓胃暖一暖 為了體恤上班族能健康飲食吃得飽 比利還設計多組商業午餐 讓客人們有多元的選擇 超退單單的排骨飯 份量夠而且它做法 跟我們一般台式都不一樣 它比較接近那個台式料理 口味很好 在商業午餐中 名列第一的榜首就是他 香茅豬排飯 香茅豬排飯 有口漫漿 它才有辦法說整塊豬排 然後後的肉才會加在熟 對熟度平均 不然的話它外面已經黑掉了 稍微搭了 它這個已經會比較熟 它的豬包不會說很老 但是一咬下去就很嫩 然後很入口氣化這樣 而另一道標榜重口味的商業午餐 泰式酸辣河粉 也是許多饕客情有獨中的餐點名單 簡單夠味的泰式酸辣河粉 讓食客的五藏廟大大滿足 比較Q啦 它彈性比較好 吃起來比較不會爛爛的那種感覺 我們都是比較平價 那我們的食材真的是有用心的一天 去試想去選去挑 所以客人吃了之後 都會覺得說對我們的東西有信心 所以客人都是奶了又來 奶了又來 這兒的南洋料理 就是會讓您感動驚豔 別出行財的好滋味 難怪總能吸引住 常仙族挑剔的味蕾 暖呼呼的料理 管他哪一國 能讓人意猶未盡 深藏心中的美味 就是最棒的幸福佳肴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